朱沙特的后车痛 原来又是个病情感 加入了向白宫淘汰的韩队一起了 昨天晚上 昨天一天临排了五十二十 当然我没说 刚才在说的 只知道后来晚上是没力气了 没力气就没排球睡觉了 睡觉了 后来因为好多没排就睡了 要排得过来也看不见了 太累了 也看不清楚了 所以我就睡了 睡了以后起来头痛 脖子痛 脖子痛 都痛得不得了 后来夜里到两三点到四五点 一直来排 费了老大金才把这个事情慢慢耗散起来 也就是说 昨天后来因为排不动了新秀吉家 今天最大可能 心情不要积压 又有问题马上回来 又有问题马上回来 这样不积压的情况之下 就能把那个心情分离 就一个对应一个 身体上也没那么难受的 如果积压以后要排好几个 要把全个清理掉以后才能搞得清楚 所以清理过程就积压到一个的时候 就会分不清楚到底是几个信息 有一定的清了 清完了也才知道 如果不积压的话 清掉一个就知道一个 清掉一个就知道一个 就像一个忏悔的东西多了一个 搞不清楚忏悔的多少东西 就斑满了才知道 如果放进去一个 你就拿着一个 放进去一个 你就拿着一个 就搞得清楚数量 这样的道理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再见 好 再见